中国女篮首次战胜日本队 不料对方教练竟做出如此举动 输球又输人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篮对战日本队 此时比赛来到第四节 双方比分59比85 中国队领先26分 中国队球权 少廷将球给到李悦 李悦轻松上篮拿分 而后日本队中距离打进这一球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刘家曾没把握好机会 错失进球的机会 而后中国队再次抢到篮板球 李悦轻松再次将球给到刘家曾 刘家曾中距离跳投命中 面对中国队的防守 日本队选择直接投篮 三分球成功命中 比赛还剩六分钟 中国队球权 刘家曾单打二次搏篮命中 同时造成了日本队的反规 刘家曾加法一球成功打击 日本队球权 中国队属于防守 给了日本队拿分的机会 中国队球权 在传球时李悦出现失误 被日本队将球打出截 日本队球权 日本队采用战术 抓住机会再进一球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李悦被死死防住 而后将球传给刘家曾 再次给到篮底的黄思靖 黄思靖轻松再进一球 日本队上篮时 含蓄一个大帽成功防守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将球给到刘家曾 但可惜刘家曾并没有抓住机会 而后含蓄及时抢到篮板球 二次补篮命中 比赛还剩四分钟 日本队上篮时造成了含蓄的反规 日本队两个罚球 两罚进一罚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此时的日本队严防死守 中国队经过多次传球 将球给到含蓄 含蓄中距离跳投命中 而后中国队防守漏人 再次让日本队逃进这一球 而后双方比拼十分的激烈 但可惜双方都没能拿分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经过多次传球 黄历历中距离成功打进这一球 比赛还剩两分钟 中国队球权 经过多次传球 中国队将球给到外线的王思宇 王思宇一记三分球命中 这球太漂亮了 而后日本队上篮时 含蓄连续两个大帽成功防守 但中国队也没事没有拿分的机会 日本队球权 在争抢这个篮板球时 裁判吹了王思宇的犯规 日本队两个罚球 两罚拳击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孙孟然上篮时 造成了日本队的打受犯规 孙孟然两个罚球 两罚拳击 比赛还剩十秒 最后一个进攻属于中国队 可惜投篮并没有进 时间到 中国队105比骑士3 领先32分取得胜利 而在赛后 中国队主教练主动向日本队教练握手 但他竟然直接转身拒绝 难道日本队就是这样的赎不齐吗 感谢观看